临近年末上海二手房市场依然是非常火热 11月上海二手房住宅的成交量再创年内的新高 同时呢二手房价格也出现了显著的上涨 在上海的陆家嘴板块 虽然近年以来区域内的二手房的价格已经显著上涨 但这依然没有影响购房者的热情 整个11月份我们将近成交了将近70套左右的一个二手房源 相对是今年来说是比较高的 因为综合来说我们这个板块成交的一个二手房源 差不多在50套左右 统计数据显示 11月上海二手住宅成交3.6万套 环维上涨17.4% 创下今年的历史新高 而今年的1到11月 全市的二手房的总成交已经达到了34.5万套 仅仅11个月的时间就压倒了2013年和2009年 成为历史新高 而伴随着成交量的上升 上海二手房的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上涨 那么明年来说 尤其是上半年 在这些政策如果不变的一种情况之下 可能会延续今年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整交走势 那么下半年随着一个客户的一个 持续的一个消耗 下半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一个 购买力不足的一个现象 特别是房价上涨之后购买力的一个不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行打赏